透过中国节的教学 星光法师也以艺术弘扬佛法 高雄千光金色星光法师 在机缘巧合下开始研究中国节 并自学电脑、画设计图 甚至担任评议委员 来让中国节的编织技术精益求精 独特别致的中国节 让星光法师常应邀举办作品巡回展 甚至到国外弘法 在2000年是新加坡大碑福教中心 邀请我去那边教学还有展览 我听他说布置展览的场地 是花了台币十几万年 十几万的台币布置的 我们那个网络也有 他有上网 有上网大碑院你要是给他写一个大碑院 大概就有了 就有千光金色的那个中国节 很多展览的东西 那隔年就是雪梨 就是那个 法杖法师对 法杖法师邀请我到雪梨去展览 那第二年隔年我就会想到说 新加坡就五十个就不过用了 我就给他讲 我说我准备一百份的教材 然后他们报名你就不能超过一百个 他们就是也是照我的意思这样做 星光法师借由一条绳子 将对佛法的信念 透过细腻的穿针引线 而变成美丽别致的中国节 在修行的同时 也兼顾了弘扬佛法与艺术传承 星光法师的作品 将于国立一月三日起 应邀在台中市胡卢敦文化中心展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观赏 法界新闻蔡孟章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导